香港主權移交二十五週年 一號晚間文藝晚會 請來港新陳隆 劉德華 謝廷風獻唱 文藝晚會雖有大咖歌手力挺 但相較於過往的星光雲集 如今香港四大天王 只剩劉德華稱場 加上天宮不作美 颱風逼近 原定在紅磡體育館舉行 緊急喊咖改為預錄播出 然而慶祝活動 不只老天不賞臉 還被外媒狠狠打臉 《華爾街日報》批評港版國安法 讓香港人失去言論自由 《紐約時報》則認為 在北京威權統治下 如今的香港已經完全變調 一國兩制顯然名存實亡 不過面對國際踏法聲 中國外交部隔空開炮 五年前的香港還聽得健康一聲 如今香港街頭不見人山人海 只見五星旗海 是歡慶還是哀悼 恐怕只有香港市民心裡最清楚 《三里新聞》環宣報導 《三里新聞》 《三里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